從氣象有公布下的數值來看是不用放的啊 其實關鍵不是那個東西 因為新北市也會跟你講說 我剛好達標啊 可是如果你看整個氣象預報那個資料 它其實是逐步逐步那個風雨是避解 它是逐步避解的 其實講白了這麼一件事情 就是要年底下選舉啦 我跟你講你回去想嘛 年底下投票嘛 我這個颱風槍我如果要 我放錯有人會罵我嗎 不會有人罵我 而且你要記錶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三點法國跟彼此 情況不是這樣 打釋足啊 我如果 我如果 我沒有賭 可是很多人在那個時候看球 我跟你講 我新北有宣布放假 隔天封和日令又如何 不會有人罵我 放了假之後宣布隔天不上班之後 你晚上就看踢足球 隔天可以一路睡到飽 所以照東豪的說法 沒有根本不敢 這一次放話台風假是雪舉的問題 我們先來聽 客文哲怎麼說 放錯假這是一定會發生 那個百分之百 只有北韓才有 被歌功聳得 那個四點 這也是三個縣市 這才牽涉到中央 因為考試院還有考試的時間 那柯比說牽涉到的成績說 剛剛社長講架這個 還是要讓柯比講完 對 架這個字是有問題 那不管 那不管現在台灣就是有台風假 走人也是就是可以不用上班就對了 但是我認為說第一個 一個當首都市長 第一個要同理心就是你要想 台北市有很多山區 有可能多直流可能 集水區 海辣 那新北市 我自己選過新北市長我知道 新北市有山有海 海水可能倒灌 因為是西北台 那山那很多地方 那今次不是西北台了 對 他不管怎麼樣 我們整個我們這次的氣勢 當時是這個狀況 那麼柯比號稱尊重專業 我個人親自昨天晚上 在看電視10點鐘的時候 CNN還在警告 說台北可能會下可怕的大雨 所以你說在這個狀況之下 如果有同理心事 第一個會煩惱是 那一些可能的災區的市民 應該怎麼辦 其實是為 其實要為他們 而不是為了說天龍谷那些高樓大駕 所以柯比如果是 他說他做市長他會放 而且 對 他昨天會中午之後就放 不應該 任何人都該放 在朱瑞倫的位置上 因為去年的 但我們現在討論的是 可病 因為今天不是說 當時風把你吹走 撞牆壁死了 下雨淹死像日本一樣 不是 你要料敵從寬 因為去年的汙來的貪了 而且它地形地貌不一樣 好 新北市放 新北市有些區 小平如果沒有選舉的話 新北這次就可能做法不一樣 不是 沒有選舉還是要放 妙敵從寬 那柯P 柯P就不願意跟著 當狗尾巴 就會讓 如果他 他就跟你不一樣 也助理人說 我今天我要放 議員 議員 你以為柯P是 為什麼當你助理人的狗尾巴 我不跟你走 市長講這一句話是說 我們做一些判斷 不要捨本竹墨 那為什麼不用捨本竹墨呢 他幹嘛要講的狗尾巴呢 能這樣分嗎 我跟妳講 傅秘你也不能這樣講 我所謂的捨本竹墨說 我們要有依據 這個才是本嗎 我來講依據 我也有依據啦 來來來來 來講的放假新北市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下一句 大家都硬要扣說 柯文哲 微觀正確 他微觀判斷是正確 但抱歉 他犯了宏觀的錯誤 為什麼呢 微觀的話 不管是台北基隆 不放假 是對的 因為按照標準 就是對啦 對 氣量局 標準就是對啦 風雨就是不用放假 就對啦 新北對不對 新北也對 新北有九個區達標啊 他就是應該放假 所以微觀來講 台北不放是對的 新北放是對的 可是我跟妳講 宏觀來講 就不是這樣 為什麼 所以我跟妳講 台北基是生活圈嘛 那妳中央在哪裡 對啊 基隆有16萬人 坐火車到台北上班基隆 那火車都沒開 我怎麼上班 對啊 就小平講 林佑昌 你跟著朱立倫走 你會死翹翹 那九個區變成狗尾巴 完全政治考量 那九個區的人不公平 而且是拿他們生意開玩笑啊 我們學會了一件事 如果你家住在新北 對啊 你的公司在新北 或者你要經過新北 你就可以不用放 你就可以不用上班 你就可以不用上班 所以我們學會一件事 你們家那個交通路線 要是經過新北 你就可以不用上班 那基隆呢 如果到台北 沒有經過新北 那就要上班 是 對不對 所以後來我們搞清楚 當北北新北 基隆會經過新北 基隆一定要經過新北 所以那就可以 基隆不用上班 到台北了就 可是你真的不上班 試試看 老闆 你老闆會不會有意見 所以這還跟交通動線有關 我根本就是這樣 真的 從來沒有過這種事 來啊 這幾年來都沒有過這種事 所以我說柯市長忘了第二點 我覺得一個首都市長 要有首都市長的高度 換句話說你不要忘記 台 就是新北市每天80萬人到台北市上班 基隆有快10萬人來上班 那你想想看 今天台北市跟新北市最大的狀況是 新北市是高度的危險地區 那新北市長已經宣布放假了 你有沒有想過 那今天台北市你繼續上班 那80萬在新北市的人 他怎麼來 他不用來啊 是啊 如果你是在放假區你不用來 對 你不用來 那你想想看 那你這個狀況不是造成這樣 我覺得頭痛的應該是會計 算薪水 這天到底是他們住在哪裡 他們家上班的路線我要搞清楚 所以我說他不夠幾天 他說他要經過放假區 是正在角度 那你想想看 新北市的人不用來 但是他去上班的公司 或者怎麼樣有什麼狀況 他會不會害怕呢 對不對 他會不會焦慮呢 坤比講的是一個同理心 但是我回來講選舉 因為剛剛東華一直強調 這會影響到選舉 我也相信就會影響到選票 不過說甚至選舉 官傑講的 我昨天9點我也嚇一跳 因為我也是那個侯富的粉絲 結果他LINE裡面9點同 你是侯富的粉絲 我一定要追蹤他一下 台北市長市發言人 人家侯富的粉絲 大家要關心一下 台北你也給我們丁丁的票來 結果我嚇一跳 9點鐘同步 侯富也發表說 新北突然要宣佈 停止上班上課 那我不知道說這個 因為你知道發LINE 可能要準備一下的時間 你不會吧 這樣太準了 轉傳一秒結出去 我覺得太準了 你認為他們是 我沒有認為什麼 我只是說 不過說是這樣 新北是挖到坑給人家跳 因為當你新北率先宣佈的時候 台北跟基隆不跟進一定被人罵 好啦 我們來講選票 這兩個地方剛好都不達標 好 選票的影響 你說這一次嗎 這一次放不放假 到底會不會影響到 這一次在網路上 柯P也有很多柯粉 稱讚他英明 可是這次是受傷了 因為 那是昨天喔 昨天可能罵他很多 但是今天很多人說他英明了 今天因為150萬人生活圈 減不斷你還亂的生活圈 你認為沒有影響嗎 在這一次上面我認為柯文哲是 受傷 有受傷 因為連網路都打成五五波 我們丁丁 那我們就贏了嘛 50歲到100歲 只要在網路上打成五五波就贏了 3 7就好了 只要在網路上 丁丁如果是3 3就可以 因為我們的勝利方程是50到100歲大贏 那20到39歲 你們連100歲也算英語 台北市的人很常瘦 好 然後在這個 柯文哲在這個大群管的案子 適時給那個溫暖 法外市人 侯友宜 也是要裂解台北市丁丁的票 大家都在算計 這個也正常 大家都在選舉 丁丁現在到底選情怎麼樣 已經4.6% 3000個人的樣子 4.6% 對 可是我們年輕人的票 還要那樣努力 年輕人大概 我們再多個幾 多個10%就可以了 好 那你們有評估過 柯P的選情 我覺得選情跟這個要脫勾 當然脫勾 但是我們還是要討論一下選舉 市長今天好像被問到 他說他10月28號才要開始競選 這個話有點假 這有點假 他之前在選 他不是找了一些網紅嗎 已經在做一些宣傳片 他每天都要在選舉 柯P每天都有在選舉 柯P沒有在選嗎 現在沒有在選嗎 甚至大家連說 哇 昨天這是一個什麼政治豪賭 我今天看到這些 余請兒都嚇一跳 其實你說防災或什麼很簡單 那就是安全至上 對 颱風架 對民眾來講只是上不上班 今天晚上可不可以看球賽看得晚一點 接小孩今天是怎麼辦呢 那車子呢 交通呢 對民眾來講 菜架呢 是這些問題 但是對政治人物可不是這些問題而已 好 緊接著小偉到來 只要帶你來關心的是 我們的犯罪年齡層不斷下降 你可以想見嗎 竟然現在已經有詐騙集團 利用非常非常小的小孩子 講出來你會怕到 利用10歲的小孩子 來做詐騙集團的車手 巡邏員警守在超商外 看到三名少年走出來 立刻叫住他們 其中一人個頭特別小 只有10歲 警方仔細盤問 沒想到他們竟然是車手 結果深情非常緊張 那我們員警一過去的話 這些青少年都坦誠 擔任車手 9號晚上6點多 員警在台中市一家超商 發現這三名少年 拿著手機 堆著桌上包裹拍照 還不斷交頭接耳 就在店外等候 沒想到查溫下 發現他們都未成年 最小的只有10歲 警察是全國年紀最小的車手 接著在巡線 逮捕帶頭的15歲女車手 都是同伴 平時都在一起遊玩 才透過這個通訊軟體 加入這個詐騙集團 來從事詐騙工作 警方說15歲的無姓少女 知道少年們想趁暑假打工賺錢 承諾四個人一天就可以賺上一萬塊 拉攏他們加入盜領行列 這是他們第一次嘗試盜領 沒想到錢還沒領到就被抓了 未成年當車手不是第一次 2016年在新北市 背著黑色背包 身材瘦弱的少年只有15歲 帶著受騙富人走進巷子 立刻遭遠景逮捕 過去未成年車手年齡分布在15歲到17歲 這一次竟然有10歲男童 國小還沒畢業就加入詐騙集團 警方說車手年齡確實有年輕化的趨勢 也提醒青少年打工要睜大眼 避免受騙遭利用 找10歲的小孩做詐騙集團車手 10歲是幾年級 小三小四而已嗎 對 小三小四 小三小四去做詐騙集團的車手 但這集團為什麼要找這麼小的小孩 應該說警政署最近正在 雷利風行的斬首專案 讓這些詐騙集團的車手 有陣亡率大大的提高 不是 你車手陣亡率說 你也不用找到10歲的小孩 對啊 就是因為陣亡率 找到10歲的小孩 不是更容易被抓到 陣亡率提升之後 這些車手要再犯率低 如果要再犯率的時候 也有可能黑一黑 所以這些犯罪集團就想到什麼 我們就來去網咖 或是來去泡沫風商店 來去找這些高音 因為這些高音 有什麼 第一 好怪好騙 好怪好騙是當然 還不黏手 是怎麼說好怪好騙 沒黏手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黑手不會再去追到他的頂手 射斷點嗎 射斷點 就好比說以前工藝採券 有一個廣告的 這個廣告詞 喜歡嗎 爸爸買給你 這些高音 有的人想要買新的手機 想要買頂端玩具 但是他沒錢 很好怪 沒關係 這樣 喜歡嗎 叔叔買給你 你買新的手機 再來加你用微信 就是像這個案件裡面 我們去抓到的時候 抓到這些高音裡面 既然他們都說是用微信 你加他們中手 你連絡 所以他就射下了斷點 就算你讓健康查到 是不是不會黏手 不會去黏尾我這裡 射下斷點 對 但是10歲的小孩 他應該很容易慌張吧 所以是不是 這樣就對了 再來第二點 他的特性 小孩不會說不會拆 所以不會背骨 所以他不會黑吃黑 所以早期局長 我當然要用這種 但是他也有一個賣處 就是因為小孩不會說不會拆 所以很容易被帶 警方抓到的時候 你要他問什麼 什麼都說出來 但是這個詐欺集團 已經射下了斷點 不會再讓他追到上手 但是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 如果我們的犯罪年齡層 從過去的20幾歲到10幾歲 從高中到國中 現在已經到小學 能不重視嗎 是啊 是應該要重視 因為這些犯罪集團 要利用這個小孩子 來犯罪的時候 他都會灌輸他一個錯誤的觀念 他說你年紀小 警察不會注意你 第二個 就算你警察抓去了 你絕對不會關 因為這個不是殺龍放火 你絕對不會被判刑 了不起就是假日胡倒 而且你滿18歲 這些都屬於偏差行為 你過去的這些犯下的紀錄 完全要塗銷 在警察單位塗銷完之後 包括法官都不會把你認定 所以這樣被小孩子洗腦就對了 如果小孩子 接下來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小孩子在警察單位 並沒有留下指紋 就算你小孩子做案 後手給警方查到那個資紋 你也查不出來他的價格的興奮 所以我們以前 我們不要說 你要聊過這麼小孩子嗎 我們以前 你知道喔 我們這個詐欺集團 利用小孩子來犯罪 這不是頭一家 打聽到林橫儀住哪裡 他就去林橫儀隔壁租了房子 每一天送鮮花 送那個小熊布偶 然後每天煲湯 展偉伯說了一個經典的話 他說這個世界上 我只愛兩個女人 一個是我的老婆 一個就是我 你不要聊過這麼小孩子嗎 不要說 我們以前 我們這個詐欺集團 利用小孩子來犯罪 這不是頭一家 之前在台中市 北區摸一個出租車行 他就看好這個詐欺集團 他的要北上南下 當時都要開車 然後去面郊 要去騙錢 當民高級收錢的時候 以前都這樣 對 他會想到說 你需要利用交通工具 來 沒關係 我出租車行 跟你詐欺集團合作 來 你來我登記契約書 我登記嫁的資料 但是呢 你要讓我留一個資料 來 你叫那個未成年的少年來拿回來 你如果出去做事的時候 問你 剛才警方你查 不管你有走過去 沒有走過去 你都通知我出租車行 我來行政領車就好 拼勁 你們犯罪集團 還去領車的時候 趙貴手 還去騎車的時候 還去用警方買虎抓到 沒關係 我出租車人來幫你領車 所以你如果是沒有趙貴手的 警方要來查 我出租車拿給警方 警方去查 這個指紋 查出來 查無比對出來 沒有查不到生分 所以 出租車行和這個未成年人 都是詐欺集團的斷點 對 都是他們的斷點 那就是詐欺集團 會來使用這個過去 他們只是利用這個未成年來 只是蓋指紋而已 現在犯罪集團到底利用很年輕 或者很想的小孩子做些什麼壞事 剛剛我們看到新聞裡頭是做車手 是當車手 對 剛才也談到詐欺集團 沒錯 利用未成年人去跟出租車行合作 去租車 沒錯 那還做些什麼 像有一些幫派分 幫派分子 他就很喜歡吸收這個 入侵校園吸收這些學生 他來 叫他們做什麼 很簡單啊 來 我可能用金錢利用 可能用特兵來控制 我來叫你做什麼 我可能來幫救幫給你 我可能拿卡給你 叫你去入侵校園 或是說 賣毒 賣毒 或者是當 這個賭 這個網路賭博的小組頭 他會怎麼教你 那都差不多幾歲 這都差不多 應該都差不多 國中生高中生 國中生高中生 對 他也要教什麼 來 你這出去 可能你也是要使用 使用到交通工具 也許 我老大也許 也要使用交通工具 來 那個小孩 你也是去替我做車 也是老未成年的資料 來 我順便我砍球棒給你 萬一 我叫你去砍球棒 或是叫你去這個K店 去發動片 但是我會教你怎麼做 萬一 你叫我抓到的時候 不用怕 為什麼 到時候你就說 你這個球棒 是你自己在摸的 並不是你做車頭 來 我這個賣毒品的 你只要不要用 超過二十公尺的量 萬一讓我抓到的時候 你到時候你就說 欸 我這個 我這個純粹是我們集資 來買 萬一 你後人太白白 去說 你自己在做車頭 你自己在販毒 沒關係 我幫派的分子 出來 讓你扣 所以他那個交戰手冊都 定義來 割好了 萬一 警方 因為 可能老大開車 去做什麼 壞事 剛才我們小孩的時候 你這個青少年 你就要扛起來 為什麼 我老大給你靠你怕什麼 你一切就是扛起來 當死轉手 那在青少年 他會認為 我想要 躺出一個明堂來 他可能在英雄主義作祟之下 他就完全扛下來 而且他會有個錯誤的觀念 他會認為說 我是少年犯罪 不算犯罪 18歲以後 這些都不算錢 好 所以這個就是在之前給了一些錯誤的洗腦 對 沒錯 豹長 你抓過最小的罪犯是幾歲 其實我以前也抓過 幾歲 國小六年級的 學生出來賣淫 除季 真的是除季 國小六年級 國小六年級 他就懂得出來 這個 當然我們應該講 這應該是家庭的問題 家庭的問題 好 所以其實 不管是學校 老師還是家長都要注意 現在整個犯罪集團的觸角 已經伸向小學了 犯罪年齡層不斷的下降 好 緊接著財情交替 要帶你來關心的是 台灣在刮颱風 日本呢 現在下大豪雨 因為大豪雨 現在日本清酒大缺貨 甚至於日本清酒 還有大漲五倍以上的情況 空中直升機 吊掛重鎮病患 這原小艇水路挺進 搶救受困民眾 日本中西部降下破紀錄 豪雨 5號到8號三天之內 降下比7月平均 還多出一倍的降雨量 四國愛媛縣雨河島市 同樣受豪雨重創 沿至海岸縣可以看到 邊坡土石崩塌 民宅道路受損嚴重 大雨不光破壞家園 釀成多人死傷失蹤 更衝擊在區產業和民眾的生活 除了各地斷水斷電 物流配送受阻 商店貨價空蕩蕩 甚至知名日本酒踏進 酒家也受到洪水破壞 無法生產 至少得花兩到三個月 才有辦法再次出貨 儘管雨勢已經趨緩 但災區一片狼藉 這像夏季天氣炎熱 衛生問題看綠 三民想要回復正常生活 恐怕也得花上好長一段時間 三里新聞 文文君報道 好 這次影響產量的 日本清酒是踏劑 對 傑米你喝過踏劑嗎 只要你到日本料理店 你很容易就點那個 這麼大瓶 1.5公升大的那個酒 它其實在台灣很夯 它非常好 你基本上居酒屋 大概點的都是那個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畫面 是 可能觀眾朋友對那個名字 不見得有印象 是 但是你只要看到那個瓶子 大概每個人都喝過 對 大概就是喝那個酒 而且 這是日本國宴酒 沒錯 因為安倍金山 正好也住在山口縣 所以他把這個酒拿作國宴 那很多名人都喝過 包括歐巴馬等等 都喝過這款酒 那這款酒這次很慘 它基本上是 這兩個月完全都不能再生產了 總共損失量 半成品是3萬瓶 已成品是6萬瓶 全部消掉 總共是4.1億元消失 那你知道在日本 現在清酒屋都要喝這個酒 那怎麼辦呢 現在網路的報價非常驚人 4.1億是新台幣 新台幣 我說新台幣不是日元 所以不得了 4.1億 因為它一年只光出口的金額 就大概在將近4億元了 它真的很好喝 而且熱賣的厲害 好 重點來了 那現在問題來 現在因為這個缺貨嘛 原本它一瓶 就是標準款的 大概是847塊台幣 現在最貴最貴 已經飆到了4338塊 4338塊 對 因為真的沒有辦法生產 他根本一定要現在喝嗎 還不可以再兩口才喝嗎 對 不過他即賣得這麼好 其實跟他的行銷術有關 是的 他以前是不是曾經做到 有沒有主宰了 沒有錯 因為這第三代的這個接班人 叫做櫻井博志 他接班的時候父親剛過世 那這個櫻井博志想說 那我是賣酒的嘛 那我來開一個酒吧好不好 所以他就跑去開了一個這個 啤酒酒吧 更慘三個月就倒掉了 這一道完之後三口線就開始 因為三口線是生產 我們說清酒很多地方 想說他一定玩完了 你知道玩完這件事不斷傳出來 影響到什麼地方呢 好 我們原來在日本做清酒 有一個師傅 這個師傅的名字叫做杜氏 這個杜氏就是表示 他們這些人很特別 他每年春天的時候 到冬天的時候 你是說他做的師傅都叫杜氏 對 叫杜氏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這個是日本的清酒工廠 其實清酒工廠裡頭 還是需要很多人為親自去調配 品嘗 沒錯 或者是釀製的過程 糖 它並不是 對啊 酵素 米 比重都要算好 你看它並不是完全全自動生產 是的 它有很多人為的成分 對 那這些師傅 我們就統稱叫杜氏 這個叫杜氏 對 他們是這個酒的靈魂 然後他們有特色 他們這個技術完全在他們心裡中 他也不會跟別人講 也不傳授 所以每個都市他都自己醞釀一個 一個自己的這種靈魂 要做這個米酒的靈魂 這也不對 不外傳的話 不小心下一代 或者沒有人要做就試傳了 所以每個酒廠都搶這些人 那這些人都年紀都已經不小 沒錯 阿關妳說的對 那結果 因為這些人傳聞說完蛋了 他們這家公司要倒掉 那這些都市他們想說 那我幹嘛再跟你混呢 他們就到了別的酒廠 結果他一到別的廠 把一些就是年輕的師傅呢 也都全部帶走了 你知道一瞬間之後 員工只剩四個人 這些人也傳聞說完蛋了 他們這家公司要倒掉 那這些都市他們想說 那我幹嘛再跟你混呢 他們就到了別的酒廠 結果他一到別的廠 把一些就是年輕的師傅呢 也都全部帶走了 你知道一瞬間之後 員工只剩四個人 怎麼辦 而且他賣的又是普通的清酒 不是很好的 不是那種頂級清酒 那時候 那個殷井博志 曾經想過什麼事情 他乾脆好就要自殺 然後想去拿一些那個 拿那個費用來抵戰 多慘啊 可是 他只有真自殺還講自殺 沒有後來沒有 後來沒有 對到了1992 但是如果他真的死了還管 故事就結束 故事就結束 那90代 人就這樣因禍得福 因為這些師傅 其實年紀比他大 最年輕的比他大 16歲 最大60歲 他管不動這些人 因為他們也不願意進入外傳 走了好 所以他想玩大數據 1983年就懂不怕數據 他用大數據呢 開始用不同的糖分 不同的酵母菌 不同的溫度去培養 他說 他說一句話 只要數據對了 100分的設備 即便就是一般人 都可以做到70分 不得了啊 這件事做出來 因為他的這個米酒 做的清酒 做的品質一致性 然後銷售量 開始大幅的增加 這件事完蛋了 因為他銷售增加嘛 本來你想說他會完蛋 周圍的這些酒商說 他玩的嘛 而且這個度士都有這邊來 他竟然還可以存活 而且活得這麼好 你知道他沒有什麼手段嗎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最重要的是這個米 這個米呢 是高檔的米 它的名字非常好聽喔 影域井 就是一種非常高檔的米 影域井 對 那這種米呢 基本上是非常昂貴的一個米喔 那不能隨便就是 他們是聯合去買的 好 那問題來了喔 這個米被把持住 不讓他去買呢 他怎麼辦 他就跑去呢 很遠的地方呢 把這個米呢 給買回來 哇 這買回來不得了 他業績呢 在短短的這幾年當中喔 就是從1992年喔 到2000年喔 總共業績呢 就大幅的增加了 將近40倍 好了 話說回來喔 其實這個清酒 已經成為這個日本的文化 現在日本為了 這樣清酒起來喔 現在還結合溫泉 最棒喔 在日本有個溫泉喔 最適合我們這個 我們這種 我寄上去 還是別的清酒 是別的清酒 對對 日本的清酒行銷 現在還結合溫泉喔 對 那這個在那個 就是我們說的 在月後湯澤 這個地方 那麼它附近有一個湯 這個湯喔非常厲害 就是呢 它把那個 你這個清酒 直接倒在溫泉裡面 所以你進去的時候 那個蒸氣啊 跟那個清酒的味道 非常的香甜 然後裡面泡完之後 人家說哇皮膚光鮮鮮 然後這個 這個身材洋溢 這樣才多少錢嗎 這樣才八百塊日圓而已 所以它應該是 倒一溪而已喔 不是這個就吃裡頭 倒很多啊 對當然它還旁邊有些 比他的這些面食啊 這些食物 都讓人家覺得喔 我喝酒之外 還可以享受美食 對 不要小看日本清酒喔 日本清酒的行銷術 是很厲害的 好緊接著 非常有意思 娛樂焦點要帶你來關心的是 蔣友柏過去愛家好男人 曾經說他跟他老婆 他怎麼樣追他啦 包括他說他沒有他 他活不下去啊 牽手14年形象 一舉很好的蔣友柏 竟然金爆 已經在去年年底離婚了 中國辦公室一早無人進出 因為老闆蔣友柏 僅傳婚片 原本幾乎都10點 上班的他選擇避開媒體 提前進入辦公室 而被拍到 和蔣友柏過重聖密的 女特助莊韩芸 也沒有露面 拍過不少廣告和偶像劇 張友柏2003年 迎娶女魔出身的林恆怡 婚姻生活 幸福又穩定 還接連生了一兒一女 謝謝大家 那麼關心我們 小baby的事情 謝謝 好 當年長女小玫瑰曝光 還特地出面 讓媒體拍攝 女兒可愛模樣 融化眾人 如今走了15年的甜蜜婚姻 卻被爆出疑似早就離婚了 第一次聽到 有離婚嗎還是沒有離婚 不好意思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沒有離婚就對了 您的了解是沒有 對啊對啊 即使林恆怡父親 待會否認 但兩位當事人 尚未回應 江柏感情事件 引發的涟漪 可能還沒那麼快平息 岳父否認 對 而且岳父很斬定 到底有沒有離婚 那現在就變成羅生門 為什麼呢 因為這幾天很多的媒體 都到成果要去等蔣有波 可是大家剛剛也看到這個影片 蔣有波是完全沒有回應的 可是大家比較意外是 如果你們沒有離婚 婚姻也沒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好像一般的名人會立刻發一個聲明說 我們沒有離婚 請不要繼續報導 這樣我也沒有這樣的反應 我要講的是這個案子很有趣是 媒體很少跟拍長達14個月 這一年多耶 一年多 媒體的說法是 他們接到的這個料很精準是說 他們在去年就已經離婚了 所以媒體花了14個月去跟拍講友 所以媒體花了14個月去跟拍蔣有波 也跟拍林恒怡 目前K正值 林恒怡是她的太太 那K正值是兩個還住在一起 可是媒體的報導是說 有人跟他們爆料 他們去年就離了婚 而且蔣有波現在是跟她一個助理 尤其這個助手呢 在他們公司又是他們的公關 也是他們的發言人叫莊涵雲 所以14個月其實連牽手都沒拍到 我們也覺得很意外 就能夠拍到的東西不多 素材就是說 蔣有波很瘋狂的迷上了健身 那這個女生呢也很愛健身 所以常會一起去健身 但一起去健身跟外遇 跟外遇還是有一段距離 而且距離還是很遙遠啊 因為一起健身 就會一起出入那個五星級飯店 因為媒體唯一得到 比較有力的證據是說 那這個莊涵雲曾經到這個五星級飯店 去Check in 三個小時 之後呢 蔣有波有出入這個飯店 各位他出入這個飯店 不代表他要去那個房間 我必須講算我自己也做過狗仔 對不對 你抓到證據其實薄弱的 再來他進這個飯店 有可能真的去健身房 去健身房不見得去那個房間 所以現在就像阿關你剛問我 因為林恒怡的爸爸已經說沒有禮 表示是蔣有波的岳父都說沒有啊 但是就如同你所說的 但蔣有波自己又不出來講 那到底跟了14個月 你剛說他們兩個還住在一起嗎 他跟他老婆現在還住在一起 對 他拍到的是呢 就是他們還是回去同一個家 那大部分時間都是林恒怡 在照顧他們的兒子跟女兒 這是確定的 但是媒體就這樣了 因為你們有很確切的證據 但我覺得這個爆料有一點薄弱 對 但是他們媒體只能形容說 他們看起來就是各過各的啊 沒有什麼互動啊 其實夫妻結婚了14年 大概就是那樣 但是我沒有話說回來 為什麼這個新聞 這麼受到大家矚目 蔣有波這個人很有故事啊 各位記得嗎 2001年的時候 我要講林恒怡這個人 大家記不記得 當時呢 我們有一個非常受到歡迎的偶像劇 叫薰衣草 林恒怡就是這個薰衣草 裡面的一個角色 而且她的 因為她的形象 跟一般偶像比較不一樣 很空靈 那很多人都覺得這個女生 其實我當年看到林恒怡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她有 王祖賢接班人的味道 因為她很有氣質 她是哪一位 是戴帽子這個嗎 不是 是左 是旁邊 對…旁邊這個 長頭髮這個 長頭髮這個 戴帽子這個是女主角 陳怡蓉 這個… 對…就是林恒怡 這是張有波的老婆 氣質很清新 她在2001年拍這個薰衣草的時候 當年鬧了一個很大的新聞是 她突然失蹤了 當時很多人都在找她 為什麼呢 就傳出來林恒怡 要嫁給蔣有波了 哇… 要嫁給蔣家第四代喔 很多人就開始討論這件事 那這個畫面她是哪一個 因為我比較分不清楚 這個畫面裡面 她是長頭髮那個 兩個都長頭髮 左邊那個 左邊那個 穿上衣服那個 對… 右邊那個就是陳怡蓉 左邊這個長頭髮的 她是當時的女二 女朋友 林恒怡 這個戲因為當年很受到歡迎 所以大家對林恒怡有印象 這也是她唯一的一個作品 因為拍完她就結婚了 那她為什麼會認識蔣有波 當時林恒怡呢 本來她的經紀公司 要幫她出唱片 她在出唱片之前 在朋友的聚會 就認識了蔣有波 蔣有波很喜歡林恒怡 她覺得這個女生呢 是她夢幻中的女朋友的樣子 那當時林恒怡 是沒有接受蔣有波的追求 因為對林恒怡來說 這種高富帥的男生呢 她沒有… 還沒有辦法打動她的心 所以當時林恒怡就到新加坡去受訓 為什麼 因為她即將要出一個唱片 她到新加坡因為時間很長 所以她經紀公司就幫她租了一個房子 蔣有波打聽到她在新加坡 直接飛去新加坡 打聽到林恒怡住哪裡 她就去林恒怡隔壁租了房子 難怪過去我曾經聽她說過 她說沒有她就沒有我耶 沒有 除了租房子之外呢 她每一天送鮮花 送那個小熊布偶 然後每天包湯 我們這位蔣公子 她是會煮菜的 她包湯 就這樣子 這很長時間就打動了 她性講耶 她還做這些事 其實通常這樣子高富帥的男生 你如果煮一點東西出來 女生都會很重 會覺得你願意為了我來煮飯 你知道為了這個 所以她就追到林恒怡 所以之後才有阿關說的 因為沒有她就沒有我 對 她那一段 而且其實蔣有波說了一個經典的話 她說這個世界上 我只愛兩個女人 一個是我的老婆 一個就是我的女兒 所以大家就搞不清楚說 糟糕 那她媽媽一定會生氣 那沒有關係 對很多男人來說 媽媽永遠不是最愛 可能是這輩子註定的家人 但是對蔣有波來說 林恒怡很重要 但是這件事告訴我們 愛情是不可靠的 愛情有保鮮期啦 我們怎麼這樣講 好 好 感谢观看